欢迎回到大秦小鱼,深挖人性善恶,下面开始今天的精彩内容。 1983年,唐山黑社会组织到底有多厉害? 横行唐山三年多,害死了少女,截杀援军,砍伤警察,无恶不作,最后魔爪直接伸到北京高层,凶残暴力,恶劣不堪。 当年七月,一支从北京下来的军队,护送重要领导人邓弓去秦皇岛办公,晚上八点多钟的时候,路径唐山,却发现前方道路被人故意阻拦。 好端端的路口,硬是横着几块大石头跟树桩。 谁这么大胆,竟敢在交通要塞路口制造障碍。 负责开路的头车停了下来,警卫员为不耽误邓弓赶路,赶紧下车挪障碍物。 就在此时,道路两旁突然窜出来几个混混,他们身上跨着军绿色的包,手里拿着一把菜刀,晃悠悠地走到第一辆警车前。 警卫员大喊,你们是什么人,真是胆大包天,竟然连警车也敢拦。 一般的小混混,看见警车,早就吓得四处逃窜。 然而,他们似乎早就司空见惯,一点也不好拍。 带头的混混,长得一身横肉,漫不经心地走过来。 我管你什么警察,到了唐山,就是我们菜刀帮的天下,谁见了都要下跪喊声老子。 今天也几个心情好,就不折腾你们了,赶紧交点保路费,我就放你们过去。 邓公此次出行属于国家机密,为了不招惹麻烦,邓公让警卫员掏钱,事后再好好算账。 今天赶路,就不跟你们计较,要多少钱? 警卫员上前询问,没想到菜刀帮挑到警车是北京的车牌号,心想一定是北京的大官,直接坐得起价,要了一千块大洋。 那年代,北京高级职员,一年不过就拿四五百块钱。 一千大洋是何其珍贵? 一千块,你们怎么不去抢? 我现在命令你们赶紧把路上的障碍给清理干净,否则吃不了兜着走。 警卫员被激怒后,真的一分钱也不想给。 他妈的,谁给你的胆,竟然敢这样跟我们菜刀帮说话,今天就让你们尝尝我们菜刀帮的厉害。 带头的一声令下,兄弟们,给我上,北京来的大官有什么了不起的,今天就让你们好好见识一下菜刀帮,一会儿让你们哭爹爹喊奶奶。 几个人举着菜刀,就朝警卫员砍了过来。 警卫员什么架势没看过? 本想吓走,这群仗势欺人的小混混,就从兜里掏出一把枪,砰的一声,朝天开了一枪。 一般人听到枪声,早就暴手投降,一祸吓得屁滚尿流。 但是这群菜刀帮跟耳聋了一样,枪对他们似乎不起作用,这群人越冲越猛。 警卫员猛了,他还没见过这么不怕死的地方混混,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,几时把菜刀在他们的身上乱砍。 几个警卫员瞬间就倒在了血泊中,这群菜刀帮直接从倒下警卫员手里抢过来枪。 有枪又咋低,兄弟们就朝他们领导头子砍。 几个人直接奔向邓公坐的那辆警车,这辆车安全系数很高,经过改装,材料都特别处理过,玻璃也是防弹的。 就在那群菜刀帮不要命地走过来时,邓公旁边的其他警卫员拔枪预警,打开保险,准备做一场激烈的战斗。 他们誓死都要保护邓公安全。 邓公知道对方来势汹涌,人数众多,即便他们警卫员有武器,距离这么近,也是寡不敌众。 邓公急忙给唐山警局打去电话。 亮明身份后,唐山局长吓了一大跳,这群人真是不要命了,连邓公的车也敢抢。 局长立马召集人马,火速赶往事发地。 在此期间,邓公所做的警车玻璃跟车门留下一道道刀砍的痕迹,好在并没有被砍破。 就在此时,警笛声四面响起。 邓公松了一口气,以为这些小混混会趁着警笛声慌乱逃跑。 结果出乎意料,这群人不但没逃,还越战越勇,非要拼个你死我活。 更让人看不懂的是,局长下来了之后,竟然毕恭毕敬地跟这群菜刀帮连连道歉,低头哈腰,请求他们离开。 这群菜刀帮到底什么来头,竟然连局长都要礼让三分。 过了一会儿,带头的混混让手下停手,对着邓公大喊,北京来的,此次看在局长的面子上,我就饶了你。 下次再让我碰着,一定给你好看。 邓公没有跟他计较,如今局势,竟然沦落到黑帮当道,真是笑话。 等邓公回到北京,一定要好好整治。 回到北京后,邓公火速下令,命令唐山在一周之内铲平黑帮组织。 因此,一场轰轰烈烈的严打开始了,唐山这群黑恶势力全部被查,随着严打拉开序幕,菜刀帮的恶行也全部被暴露。 一桩桩一件件恶行,让调查的人目瞪口呆。 据当地人称,菜刀帮自己有一套规矩,都是白天抢劫,晚上劫色。 当时整个唐山大大小小的街道上,看不见一个姑娘,尤其是到了晚上,姑娘们都老实待在家里,加几道门锁,防止菜刀帮闯入。 但是有一夜,一个姓秦的姑娘,她的母亲生病了,危在旦夕必须马上要看医生。 家里只有母女俩相依为命,秦姑娘为了母亲只能火速赶到镇上,去找医生给母亲治病。 这一天,她急急忙忙地上路,也顾不着危险。 就在大路上的时候,被几个酗酒的汉子抓住。 天哪,女人爱。 几个人跟几辈子没看见过女人一样,抓着秦姑娘就往路边上拖。 秦姑娘吓得跪地求饶。 大哥们,你们行行好,我娘病了,我急着给她找医生,你们就放了我吧。 这些个人都是菜刀帮的人,一个带头地把菜刀拔了出来,对着秦姑娘, 你娘生病关我什么事,你给我老实点,老子现在就想要你。 说完就把秦姑娘拖到巷子里,开始撕扯她的衣服,无论秦姑娘怎么哭喊,也不管用。 一番云雨后,带头地提着裤子从巷子里出来。 紧接着,其他的几个菜刀帮的兄弟也一个一个地走进巷子。 等他们全部完事后,秦姑娘衣服全部被撕烂,腿都不能走路了。 他顾不上疼痛,一瘸一拐地去找医生。 结果医生找到后,娘却死了。 因为菜刀帮玷污了姑娘,耽误她救母亲的最佳时期。 秦姑娘接受不了现实,上吊自杀了。 这样的事情在唐山,每天都要发生几十起,报警也没有用,警察不是不管,而是管不了。 听说,今天是这个警察的侄子加入了菜刀帮,明天是那个警察的弟弟加入了菜刀帮。 这让警察怎么抓呀? 不仅如此,菜刀帮的魔爪还伸向街边的商铺。 过一段时间,就有声称菜刀帮的人过来收保护费,由于菜刀帮的队伍越来越大,开销也越来越大,保护费不断上涨,导致很多店面关门。 那段时间,唐山所有大小街道都十分萧条。 有的人为了不被菜刀帮伤害,竟然主动加入菜刀帮。 只因菜刀帮有个规矩,就是一呼百应,不伤害自己人。 遇到菜刀帮抢劫的,只要把军绿色胯包一杯,菜刀一拿,大家拍拍间,都是兄弟。 那么,菜刀帮到底是何人领导? 竟搞得整个唐山人心惶惶。 其实,他的创始人并不是什么有头有脸的人物,而是一个下岗工人,叫李连生。 自从唐山大地震之后,整个城市百废待兴,治安成了重中之重的问题。 李连生本来就天性懒散,做事没个定性,父母都死在了地震中,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 李连生为了迎圣,就去父亲生前在的矿山上当工人。 由于太苦太累,李连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还总是偷东西,最终被矿山开除。 游手好闲的他就想着通过抢劫为生。 他自觉这条路并不好走,李连生为了武装自己,经常手拿一把菜刀,拦路抢劫。 为了彰显自己的仗义,他经常把抢来的钱,带着狗棚狐友吃吃喝喝,慢慢地,他的身边集聚了不少的铁哥们。 加上唐山大地震之后,很多人都成了孤儿,无依无靠。 改革开放初级阶段,大量知青回城待业,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,公安装备落后,民警待遇低,公民法律意识单薄。 在这样的社会境遇下,李连生很快集结了大批的黑帮队伍。 随着队伍越来越大,李连生还给他们帮派起了一个名字,叫菜刀帮,甚至统一着装,只要加入菜刀帮的人,都会有一个均绿色的鞋胯包,里面装着一把菜刀,以彰显队伍的威猛。 因此,李连生摇身一变,从下岗工人变成了菜刀帮的大哥。 李连生也怕他的黑帮被公安端掉,于是他想了一个法子,专门召集那些警局的亲戚,壮大队伍。 再说了,警察也有家人,谁要是敢抓他们,菜刀帮就去端了警察的家人。 李连生经常对他们说,大家只要加入菜刀帮,就是一家人,谁有困难,整个菜刀帮都是靠山。 那么这个菜刀帮是如何端了其他帮派,坐拥唐山霸主之位的呢? 据说唐山当时还有一股强大的黑帮势力,是由许有根率领的两股势力各占地盘,中间也相互摩擦过,让菜刀帮一举成名,成为唐山第一刀源于一场大泄斗。 当时,李连生已经是黑帮老大,身边有十几个女人,个个都身材贼霸,他为了能好好管理这些人,还给他们排序,分别是李大嫂,李二嫂,李三嫂。 其中,李三嫂是个开歌舞厅的,他仗着李三嫂的名气,店内生意红火。 一天夜里,许有根的人来到这家歌舞厅,见到李三嫂,颇有几分的姿色,便过去调戏。 李三嫂反抗,你们是什么东西,知道我是谁吗?赶紧给我滚。 一个女人,竟如此嚣张,许有根的帮派,也不是吃素的,不可能被一个女人的三言两语就吓跑。 我管你什么人,上了就是我的人。 几个人依然色胆包天地去轻薄李三嫂。 李三嫂立马派人去跟李连生报信。 他们见李三嫂不服从,于是砸了舞厅的前台,还打伤了不少工作人员。 李连生接到情报后,得知自己的女人被人欺负。 二话不说,带了一帮菜刀帮的兄弟就过去砍,几个挑逝的人,瞬间就倒在了血泊中。 许有根知道之后,气得清金暴起,没想到在唐山地界竟然还有人打死他的人。 于是立刻召集兄弟们就要去找李连生,为死去的兄弟报仇。 许有根为首的黑帮擅长日本长刀,李连根都是那种又黑又粗的大菜刀。 当天夜里,两股黑恶势力交锋,展开了一场腥风血雨的战斗。 许有根带着四五百人浩浩荡荡地向李连生走来,嘴里嘶喊着,拿着日本长刀就冲了过来。 本来对方人数众多,又是长刀,怎么看李连生都不占优势。 结果,李连生一声令下,他的菜刀帮朝着许有根扔了几大团黑乎乎的东西。 还没等许有根的人反应过来,砰砰砰,爆炸声连成一片。 许有根的人全部被炸得血肉模糊。 原来李连生提前就去矿山偷来了火药,把他们装在瓶子里。 接下来,李连生带着菜刀帮一窝蜂的朝许有根人马砍过去。 浩浩荡荡的帮派硬是被李连生的人砍得所剩无几。 这仗势吓坏了许有根,为了保命,他带着剩下的弟兄撤出了唐山。 从此,李连生的菜刀帮威名天下,成了唐山第一刀。 再也没有人敢公然挑战他,他们凭借一把菜刀横走唐山, 抢抢民女,屠杀警察,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。 整个唐山差点被这颗大毒瘤吞噬殆尽。 就连北京大领导经过此地,他们也肆无忌惮,拦车要钱。 7月25日,浩浩荡荡的严打开始,邓公直接从其他城市调了一个湿的军队过来,秘密行动。 很多菜刀帮的人,在酒桌上被按倒,从被窝里被揪起来。 仅两天,军队就抓了五六十个菜刀帮的骨干。 按照上头下发的命令,这些人一旦抓获,无论什么背景,一律处死。 至此,菜刀帮正式被铲平。 按照剧场上转损。